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涨幅为0.62% 报32036.18 纳指跌178.32 跌幅为1.63% 报10792.67 标普500指数跌23.11 跌幅为0.60% 报3807.49 投资者密切地关注一些重要的财报 像Facebook的母公司Meta的股价收盘重挫24.6% 该公司的第三财技的盈利令人失望 对第四财技的业绩的展望疲转 该公司还表示 随着元宇宙的建设工作继续下去 预计明年公司还将会亏掉更多的现金 ServiceNow收盘大涨13.6% 该公司宣布业绩超过预期 福特汽车收高1.6% 该公司三季度净亏损达到8.27亿美元 在周四的经济数据面 美国商务部报告说 美国第三季度实际GDP的年化纪律出值实际公布2.60% 创下了2021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新高 预期为2.4% 前值为-0.6% 其他的分享指标显示 美国第三季度GDP的价格指数纪律出值为4.10% 预期是5.3% 前值为9% 美国第三季度消费者支出年化纪律的出值为1.40% 前值为2% 美国第三季度的核心PCE的物价指数的年化纪律出值取得4.5% 预期是4.5% 前值为4.7% 美国商务部说 第三季度的实际GDP的增长反映了出口消费支出 非住宅固定投资 联邦政府支出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支出的增长 这些增长被住宅固定投资和私人库存投资的下降部分抵消了 作为拖后腿数据 进口量有所下降 分析指出 从惠尔普到宝洁 近来多家公司都已经注意到购物者正在感觉到压力 一些人减少了采购量 经济学家也认为消费需求开始受到破坏 这可能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 反映作为美国经济引擎的消费者支出正在失去动力 在此之前 今年上半年 美国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萎缩 引发了有关美国是否已经陷入衰退的争论 作为经济的主要引擎 消费支出在今年保持了相对稳定 第三季度的支出增长率为1.4% 美国经济正式恢复增长正值秋季关键国会的选举前夕 然而经济学家警告说 这一好消息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大多数人现在还认为经济衰退将会在明年到来 美国国债市场持续亮起典型的衰退预警信号 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低于三个月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 这一罕见的情况表明 投资者预计美联储抗击通胀的行动 将会带来可怕的经济后果 在周二和八月初出现短暂而且规模较小的倒挂之后 周三的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一度较三月期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低0.08个百分点 这部分国债曲线的倒挂通常发生在美联储收紧周期的后期 因为三个月期的美债跟踪的是政策领域 而较长期的借债成本反映的是对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预期 尽管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当中 其他受到广泛关注的收益率的曲线的部分都是出现了严重的倒挂 但是美联储更加密切地关注三个月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的部分 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预计到今年年底 美国人的支出增速将会保持相对的低迷 消费者支出的总体不确定性会对一系列的公司构成压力 其他的数据面 美国劳工部报告说 截至在10月22号当周 美国初请失业金的人数为21.7万 预期为22万 前值为21.4万 美国9月耐用品订单的月率出值增长0.4% 预期0.6% 前值为-0.2% 海外央行消息面 欧洲央行在周四宣布连续第二次加息75个基点 并且暗示其急于开始缩减臃肿的资产负债表 向紧缩政策迈出又一大步 以遏制通胀的历史性的飙升 由于担心物价的快速增长已经根深蒂固 欧洲央行正在以有记录以来最快的速度提高借贷成本 而且几乎肯定会进一步的提高 欧洲央行还削减了对银行的一项关键补贴 但是没有暗示开始减持其持有债券的计划 市场预计存款利率将会在12月达到2% 然后在2023年的某个时候达到3%左右的峰值 尽管过度波动的前景使这一时间表容易发生变化 10月26号 麦塔公布了2022财年第三季度的财报 除了营收净利润 占收入大头的广告业务下滑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 被麦塔寄予厚望的元宇宙核心项目的收入 依然是停滞不前 亏损与是巨增 下滑的业绩也让华尔街发出了不看好元宇宙的声音 杰富瑞董事的总经理说 让投资者保持警惕的并不是元宇宙本身 而是麦塔对他的投资规模 看起来从顶部过于激进 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核心业务就是广告 尽管元宇宙业务在不断的亏损 但是扎克伯格向所有的元宇宙的批评人士传递了一个信息 他不在乎外界的想法 在不及预期的业绩公布之后 麦塔在周三每股盘后大跌近20% 较股价最高点384美元 已经缩水约为75% 总市值跌至2723亿美元 较前一天蒸发约787.3亿美元 根据麦塔公布的2022财年第三季度的财报 麦塔的元宇宙核心项目 在三季度的收入为2.85亿美元 同比下跌49% 市场预期为4亿美元 运营亏损为36.7亿美元 去年同期亏损26.3亿美元 预期亏损30.9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前三季度 像麦塔的元宇宙项目 已经亏损了94亿美元 去年的亏损超过100亿美元 然而尽管元宇宙的业股 在不断的亏损 而且在业绩展望当中 麦塔预计这个项目 在2023年的运营亏损将会同比大幅增长 但是麦塔却表示说 2023年之后将会继续的加快 对这一业务的投资步伐 以便能够实现长期增加分公司 整体营业利润的目标 这将会导致麦塔的总体成本的上涨 麦塔预计 在该公司2023年全年的总支出 将会在960亿美元到1010亿美元之间 高于2022年的850亿美元到870亿美元 在财报电话会上 扎克伯格为大力投资 发展元宇宙和AI辩护说 显然在做一些领先的工作 那将会为下一个重大的计算平台 做铺垫工作 根据The Information报道 除了对元宇宙的投资之外 支出的增加部分 也是由于人工智能的支出 包括试图与TikTok抗衡的短视频业务 以及广告和商业消息传递技术等 连续几个季度交出低于预期的业绩之后 人事变动对META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 继几周前任职了14年的META的首席运营官 离职之后 过去8年担任META首席职务官的David 也会在11月离职 在META三季报发布之前 美国银行将META的评级 从买入下调至中信 认为2023年初的广告商的预算削减 将会打压市场的情绪 而且在经济衰退的场景当中 普遍存在着一些下行的风险 有外媒报道说 扎克伯格与现实的脱节 对于股东和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风险 说这个META的元宇宙项目的投资 是一种无底洞的支出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它的元宇宙项目 耗费了超过130亿美元的股东资本 但是仅开发了一项年收入 仅为25亿美元的服务 Facebook的母公司META 近日也是为土耳其 出席1863万美元的反垄断罚款 而META在26号也成为了最新一个 为数字广告急剧下降所拖累的科技巨头 公布的财技利润不到上年的同期的半数 令其股价跌至五年多来的低点 土耳其的竞争委员会在26号表示 已经对META公司罚款3.47亿里了 原因是该公司违反了竞争法 罚款额是根据META公司2021年的年收入征收的 根据报道 土耳其竞争委员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META公司合并通过Facebook Instagram和WhatsApp收集的数据 妨碍了其在社交网络服务和在线广告市场运营的竞争对手 META成为最新一个被数字广告急剧下降所拖累的科技巨头 META在周三公布的第三财技盈利43.9亿美元和每股收益为1.64美元 上年同期利润为92亿美元 每股的收益为3.22美元 大部分来自广告的总销售额为271.7亿美元 低于上年同期的290亿美元 根据Facebook的调查分析师 META的每股收益和收入均是不如平均预测 分析师平均预计每股的收益和收入分别为1.9美元和274.4亿美元 财技日活跃用户为19.8亿 与分析师预测的19.8亿一致 尽管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尚未正式完成对推特的收购 但是他已经开始规划这家社交媒体平台未来的发展 在10月27日 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 他希望推特公司成为最受尊重的广告平台 马斯克此举旨在重新的赢回广告商的信任 他曾放话说讨厌广告 在马斯克收购推特的过程当中 他和推特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 以及该交易的投资者都曾建议放弃广告业务 通过订阅和其他方式获得收入 这引起了广告商的担忧 不过随着马斯克收购推特的计划即将尘埃落定 他的想法似乎也是有了变化 马斯克在周四表示 他说关于为什么收购推特 以及对广告的看法 外界有很多的猜测 大部分都是错误的 他强调说 从根本上来说 推特立志成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广告平台 强化品牌发展事业 社交媒体平台普遍严重的依赖广告收入 广告销售占据了推特公司二季度收入的90%以上 然而眼下的广告市场的整体都是萎靡不振的 体量远大于推特的谷歌和meta都是受到了冲击 两家公司的三季报均是令投资者感到失望 马斯克承诺将会在周五之前完成收购 他本人在周三在推特上发布的一段视频 内容是他抱着洗手池进入了推特的总部大楼 此外 马斯克也将他的推特个人简介改成了Shape推特 这些信息也表示 持续半年之久的马斯克收购推特的大戏 终于是要落幕了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有媒体报道说 马斯克计划在完成收购之后 裁掉推特近75%的员工 马斯克曾经公开声称 推特过于臃肿 并且表示其员工有强烈的左翼倾向 不过最新的报道说 马斯克周三在和推特员工见面时承诺 他不会在接管该公司后裁掉75%的员工 11月27号 有相关的报道指出 苹果公司正在开发一款16英寸的iPad 这款iPad将会成为屏幕最大的平板电脑 该产品预计将会在明年四季度温室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苹果发布的iPad Pro的屏幕 已经达到12.9英寸 成为市面上平板电脑当中的巨无霸 如果16英寸iPad如期面试 也就意味着苹果超越了自己的尺寸记录 屏幕变大了 操作系统也会随之改变 有消息透露 苹果内部在测试为M2版iPad运行的MCOS定制版的系统 与定制版系统的区别在于界面缩放比例调整为125% 适当的放大页面 以更方便的触碰操控 然而平板电脑的优势之一就是在于其便携性 如果iPad的尺寸不断的增大 那么苹果Mac笔记本与平板电脑的边界也将会进一步的模糊 对于用户而言单手操作iPad不复可能 苹果的产品线策略有点让市场看不懂 对于苹果的如意算盘 业内的观点有两种方向的解读 产业观察家指出呢 说库克时代的苹果以精准刀法著称于世 在革新上略有缓慢 通过挤压膏式的创新进行产品的迭代 在操作系统芯片没有太多花样的情况下 通过改变产品的外观 尤其是增进屏幕的尺寸 形成新的卖点 不过专家也表示 从推动业绩的方面来看 苹果或是在下一盘大旗 如果未来iPad真的是大到拿不住 那么势必需要与其他的配件来辅助用户操作 苹果公司推出适配iPad的新型的鼠标 键盘也就顺理成章 从而在配件领域找到新的出货增长点 实际上苹果在iPad分手上的变革和改进 已经在显示着这种可能 专家认为 iPad的差异化打法就在于向生产工具转型 这是2010年在初代iPad问世之时尚未想到的 彼时乔布斯对iPad定位 乃是在手机电脑的夹缝当中诞生出的 第三种的硬件功能上更是贴近手机 甚至可以说是放大版的手机 意在满足消费者内容消费的需求 具体而言 彼时消费者更多的是用iPad看文字视频内容 由于其可以在横屏竖屏之间切换 在阅读时其体验要优于笔记本电脑 对于PDF等格式也是十分友好 庞大的苹果生态还为iPad带来众多的软件支持 使其一度威胁笔记本电脑的地位 在本周日元汇率一度显著回升 市场普遍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加大非公开干许的力度 然而日本央行可能会在28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宣布 维持超低利率不变 这将会加重日元下跌的压力 分析人士预计 由于日元跌势或将持续 国内的通胀压力高起 日本经济再难摆脱困境 根据日本共同社在25号的报道 受政府干预会市的影响 日元的汇率在本周再次的出现大幅的波动 那共同社援引市场人士的观点认为 日本政府和央行继21号之后再次的实施了 并未得到官方确认的非公开干预 24号之前还在1美元对149.5日元上方的日元汇率的当天大涨超过40元 回到了145.5日元的下方 日本财务大臣林木俊一曾经发出的强烈的干预信号 称绝不允许投机导致的过度波动 报道指出就在21号 纽约汇市日元汇率逼近1美元对125日元之际 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了大规模的干预 买入了估计超过5万亿之元 日元汇率一度飙升至1美元对146日元附近 当时财务省并没有承认出手干预会市 与9月22号的官宣干预相比出现了战术调整 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在9月22号买入日元 卖出美元干预外汇市场 日本财务省的副大臣神田真人在当时表示 汇率的过度无序波动是无法容忍的 这是日本24年来首次卖出美元的外汇单位 目的是避免日元汇率过度的走弱 上一次卖出美元干预是在1998年的6月 当时是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 对于政府非公开的干预等一系列的操作 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 熊野英生认为这样做存在着局限性 随着干预次数的积累 市场会逐渐的摸清政府的底牌 共同社的文章说 执行会市干预的神田真人在24号对媒体说 当局正365天24小时都在妥善的应对过度的波动 26号的盘中日元汇率自本周高点又跌回至1美元对148.30元 日本央行将会在28号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 市场普遍预计仍将会维持超低的利率不变 这引发了分析人士对货币政策与会市干预效力矛盾的担忧 林木俊一在25号表示 日本财务省买入日元以支撑货币的行为 与日本央行印钞以及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之间不存在着政策矛盾 林木俊一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 日本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是否可能会导致日元过度的走弱 他说货币宽松政策旨在实现持续稳定的物价以及工资增长 而货币干预政策是为了应对市场的过度波动 他们在政策的目标上是不同的 因此他们并不矛盾 林木俊一说 日本央行的政策旨在实现物价稳定 并非是专门的针对货币问题 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 日本并无良策 当局坚持超宽松货币政策日益受到诟病 但是加息却是日本经济难以承受之重 专家普遍认为 由于日元跌势近期难阻 社会生产生活成本居高不下 日本经济暂时难以摆脱高通胀的压力和困境 围绕加息还是继续保持宽松 日本国内的意见的对立越来越明显 目前通胀困境很大程度上归结于进口的物价暴涨 而美联储激进加息 引发日元大幅走软 是进口物价暴涨的重要推手 日本总务省的最新数据显示 9月份日本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3.0% 如果不考虑2014年安卫内阁提高消费税 导致物价短期内上涨的特殊情况 9月份通胀创下了1991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让习惯了通缩的日本民众很不适应 年初至今日元对美元已经贬值约为30% 根据日本央行的数据 资源涨价叠加日元大幅贬值 导致企业物价连续19个月同比大涨 9月企业物价的指数同比升幅达到9.7% 对大多数的企业来说 由于缺乏提价的话语权 其担心将成本上升的压力转移至消费端 会造成客户的流失 因而不得不默默的承受 苦不堪言 另外一方面 消费者也为商品普遍涨价的影响 民间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 日本涨价商品将会达到1.8万余种 仅10月就有6000多种商品的价格上调 日本民众在接受街头采访时表示 没有办法 只能尽量的在家用餐 在许多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当中 黄金代表着好运 在重要节日 婚嫁习俗当中不可或缺 那根据中心社旗下的 中国新闻周刊的最新一期的刊文说 自古以来的文化需求 以及黄金的避嫌保值功能 使得黄金食物有着向东方流动的特点 中国和印度连续多年 位列世界黄金消费国的前两倍 在7月 中国黄金的进口量达到178吨 8月进口量超过183吨 2021年 印度全年黄金的进口量达到925吨 越南 日本 土耳其等国家也在增持黄金 截至10月24号收盘 国际金价已经跌破了1655美元每盎司 伴随着金价变动的是国际15黄金的进一步向东前行 黄金既有消费属性又有投资属性 当投资走弱时 黄金消费会受金价下跌刺激走高 西方投资者卖黄金 东方消费者买黄金 随着亚洲国家经济迅速的增长 带来的购买力 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数十年 欧美投资者抛售黄金 而中国等亚洲国家则保持了对黄金的消费热情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 自4月以来已经有超过527吨的黄金 从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集团 和伦敦的金银市场协会的金库流出 而彭博社报道 目前满足亚洲需求的大部分的贵金属 来自CME运营的金库 黄金有投资需求 也有消费需求 它具有翘翘板效应 王颖青认为 当黄金投资者抛售黄金 金价下跌 消费者则会倾向于买入黄金 投资低 消费就高 会达到动态平衡 而黄金消费大国 使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 导致欧美的黄金沉淀 到这些国家的民间 从这个角度来说 是黄金东流 中国 印度 越南 都是过去20年 全球迅速增长的经济体 黄金东流 不仅是因为当地长久以来 推崇黄金的社会文化 也印证了快速增长的经济体 带来的购买力 下一步 国际金价将会如何变动 由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的 预期强烈 市场对于金价看跌的情绪 仍未完全的消退 专家认为 目前处于金价筑底的阶段 四季度将会见底回升 市场在等待美联储货币政策 边际上 由英转割 年末黄金的表现 预计更好一些 届时当国际金价再次上涨时 欧美投资者买入黄金 部分15黄金 又将会重新的回到纽约 伦敦和苏黎市的金库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 美式资讯榜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